网络热门视频鉴定 养花不用去花钱 一杯水拌勺面 花开一遍又一遍 这是一杯水拌勺面 啥花用了都完蛋 你想想这个面呢是淀粉 花友们说我能不能用面汤什么去浇 是可以的 但是要完全发酵 你像发酵的桃米水 好吧 而且呢用的要是沙土和泥土 或者是颗粒土 不要用营养土再去浇这些发酵的桃米水了 要不然容易长毛烂根 好吧 花友们一定要盖着这个脸 这是忽悠人的 拌碗水两滴醋 花儿风长拦不住 这个拌碗水两滴醋 花儿风长拦不住 这是错误的 应该是这么说 拌碗水两滴醋 驾喝吸去拉不住 为啥这么说呢 你像醋的话呢 大家说不是说不能用 如果是存粮发酵的那种醋呢 用一点是可以的 这个拌杯水两滴醋呢 这个呢 醋这个东西呢 不是植物能够完全去发酵和完全吸收的 如果说醋多了的话呢 也会不好 大家应该吃过凉拌黄瓜之类的 厚酸 植物呢 根本就受不住 植物呢 是在弱酸的一个条件下 而醋的话呢 大多的PS值是在4点多 这样的话是不理性的 如果有的话说 老花儿 我可以用醋来降低这个减度吗 白醋是可以的 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与其你那么费劲八项的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有净水气里的水 或者是雨水 那不就完了吗 你就纠结那个干什么 有的话说 我就想调节酸碱度呢 调节酸碱度 你可以发酵一些个你的果皮 发酵一些你厨余垃圾 你要嫌臭的话 你也可以去选择反飞水 半杯水 半杯茶 烂根黄叶都不怕 这个是半杯水 半杯茶 我觉得是各种飞虫往外爬呀 为啥那么说呢 你像这个茶叶呢 大家都喝过 茶叶呢 是有一定的茶碱的 就是需要茶作分也好 咱们土话说叫茶碱 你像这个茶叶这一块的话呢 大家经常的喝一些茶叶 茶具上面会有不同的一个茶碱 会有一些茶垢 你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浇一些茶叶水 老实跟话 我们说这个是 它的根系上面 它会附着那些个茶碱 它会导致这个根系呢 变得衰弱了 它就吸收啊 来回受阻 所以说话们呀 尽量的不要用茶叶水去浇花 如果说你真的想用 可以把那个喝剩下的茶叶 你扔到一个桶里面 让它自然去发酵 再丢点什么烂七八糟 发酵之后 让它降一降 让它熬和一下 就是让它用自然的去降解降解 然后你再去给植物用 还可以 不过这种的营养价值 还不如说是你去农兹店 买把符合肥 好吧 所以说呢 也是不建议大家去用的 花椒一次淘米水 从此长绿不枯萎 花椒一次淘米水 从此什么长绿不枯萎 淘米水不是不能用啊 刚才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 大家一定要结合着你的土来 如果说你像我们大棚里面 这种有机土 就是说这种进口的泥炭土 或者说你们用到的炒炭土 松针土 还有一些个辅业土 如果说你再浇发酵的淘米水呢 会导致这个盆土里面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的话呢 会增强这个盆土里面的这些养分 植物呢 根系没有氧气的时候 它是不长根的 从而会导致烂根 再有一个呢 还会长毛一变 光照不好的时候 你要用上以后 还生各种霉菌和虫子 所以说不是不能用 如果说你用的是泥土啊 还那句话 泥土 沙土这些个 发酵淘米水啊 再好不过了 如果不是 那您就千点别用 尤其是楼房 好了 我是老花1 养发追赶1 养个赞再走吧 拜了